HELLO 大家好 我是Crystal 這個月就是農曆七月 即是鬼門關大開的鬼節 不知你們有沒有聽過老一輩的人說 農曆七月不要去夜街呢 整個月不能出夜街 不如留在家打開Netflix 看看今個月的精選鬼片拍下節 第一套為大家介紹的是The Open House 鬼節那麼多 其中之一就是不移搬屋 以免在新居遇到不促之下 The Open House這套戲裏面的男主角Logan 因為爸爸突然過世 而同媽媽搬入親戚空子的度假屋 但好不幸地 兩母子都遇上了詭異力量 令他們身陷險境 究竟是什麼神秘力量要對付他們呢 最後又時吉時空呢 第二套是Netflix原創電影1922 這部是改編自一代恐怖大師 Steven King經典同名小說 Steven King最為人熟悉的恐怖小說 就是The Shining 同樣被拍為經典恐怖片 1922是一部犯罪者自白紀錄片 故事就發生在1922年 港瑞一個賣了自己的農場搬入大城市的農夫 坦白承認謀殺了自己的妻子 但這一切都只是可怕故事的開端 這套戲的色調昏暗 加上緊湊的背景配樂 還會出現滿部老鼠的畫面 大家要有心理準備呀 第三套The Ritual 港瑞狗別重逢的大學同學 一起遠赴瑞典荒野登山 悼念意外死亡的好朋友 但他們悟入了怪異森林 一群人陸續遇到好多怪事 究竟好朋友的死 和眼前的奇異現象有甚麼關係呢 這個生活化的劇情 會不會令到 整天去行山的朋友仔有心理陰影呢 聽完我的介紹 大家有沒有心跳加速呢 由於晚上留在家 閉上燈看看這幾套精選鬼片 挑戰一下自己的膽量啦 拜拜 拜拜